农民才准备要采收金黄芒果 但树上却一颗不剩 高雄桃园区高中里近日传出有窃贼 利用深夜闯入芒果园偷摘芒果 甚至乱丢垃圾 农民说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让临近果园的芒果农相当头痛 对此警方提到 由于该地地处偏僻 大多是农民才会进出 因此没有设置监视器 如果农民在果园附近发现可疑人士 可以通知警方 并且提供线索 而高中里长也表示 由于高中里范围广 单靠警方很难遏制萧小 目前农民们也期望 组织巡逻队会再和里民进行讨论 警方强调虽然有些农民会认为损失不大 没有报警 但有发现窃盗行为 一定要立刻通报警方 不要让窃贼实随之位 一偷再偷 原则新闻 南部高雄桃园采访报导 如果您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